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拼多多的营销工具 用付费的方式去获取更多的流量资源 这种营销手段叫做什么呢 直通车 直通车的目的是在于我们做拼多多的过程当中 利用这个东西把我们的产品用付费的方式展现给消费者 而直通车是营销工具当中 我们其实最最主要的一种 它的流量应该占到整个营销工具的90%以上 直通车最使用多的使用就两种 一个叫搜索推广 一个叫场景推广 就这两种 当然还有聚焦展位和民营店铺 这两个流量很少 总流量可能直通车的3%都不少 所以主要就是这两种 那么这两种玩法都是一个原则 什么呢 就是按照点击付费来玩 那也就是说你的商品被消费者点击一次 平台扣你一次费 是这种概念 它不算是承担付费 它是按照点击付费 点击付费的方式 大家记住 在这个里面大概要花多少钱点一下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因为是无货源模式 所以我们要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经营 所以我们一般点击一下 会比同行略低 同行应该大概在五毛左右 我们可能比较便宜 一般应该就两毛钱左右一次 点击一下两毛钱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不是免费拿的一件待发 你看这种证 或者是电视频 一样的 你要花钱 大概两毛钱 有一个消费点击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误解到什么 高转化率 为什么高转化率 越高的转化率 获取单笔订单 需要点击次数就越少 那我花了钱就怎么样 就越少 所以转化率呢 是我们的这个核心因素 因为你单次点击 流量成本是固定的 这个时候呢 转化率越高 盈利点击越高 成本呢 单次花费的成本就越低 那么营销工具 我们怎么要去用它 系统呢 为我们新手提供了 一个智能化的服务 叫全自动推广 比如说 搜索里面 有一个叫智能词报 场景里面 有一个叫OCPX 这个大家以后 后来一看就知道 OCPX就是智能推广 一个意思 就是换了一个姚名字 那么大家呢 在做的过程中 宗泽非常推荐大家 使用这个全自动推广 因为无货源模式 它本身价格和同行进行 比它没有优势 所以说 宗泽不建议大家 使用自定义投资 进行人工干预 直接用这个智能推广 就可以了 自定义是很容易翻车的 就是我们讲的 好话叫翻车 就是把它开崩了 就是开赔钱 而智能推广就不一样 智能推广的出价方式 非常简单 就设定词价设定承担 预计花多少钱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大家有了店铺之后 打开后台 你看也立马就要知道 所以跟大家讲了 搜索叫智能词包 场景呢 叫这个 OTPX 很简单 那么除了智能工具之外 智能车还有很多的玩法 这个呢 宗泽给大家别说一节课 比如说现在 就是给你讲一个系列课程 也是讲不完的 那么如果你想做得更大的话 后面我们会有系统的进阶课程 大家也可以去 到了那一步 可以学这个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营销工具呢 如果说你是 一键待发模式 这个切入点很重要 因为两个模式是不一样的 能用它的时间点一定要记住 不要切记 盲目的去用它 反正你用的话 就是白花钱 它不处待 没有意义 一键待发模式的话 当你进入到中期 到中期就一定要使用到 这个营销工具了 而如果是店铺店群呢 你起码要到大后期才用到 因为它两个原理跟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就这个点 时间点不一样 那么营销工具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店铺 在我们的前期优化基础 做完订单量 慢慢上升 达到平景之后呢 用这个营销工具 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我们的一个突破底 来扩大我们的营利点 来扩大我们店铺的权重 店铺出单越多 权重呢就越高 而权重一旦高了 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相当于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的效果 也就是说 你订单越多 权重就越高 权重越高呢 订单就越多 然后呢 就不停的往上增长 增长再增长 订单增加了权重 权重增加了订单 如此往复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达到 中期店铺订单量突破的 一个核心的原则 这个原则叫什么呢 叫逐级递增 逐级递增 就是利用订单量突破 带来权重放大 权重放大之后 我再做订单量突破 订单量又放大 权重又增加 权重跟订单量往复增加 一节一节往上涨 这样子店铺的成长 对于店铺而言 最稳定 而且对于后期的波动而言 越小 店铺才能够实现什么 稳步订单增长 所以叫足极增加 当然了 一个为这个直动车 它是一个付费方式 所以宗泽呢 要提醒大家 咱们呢是小本创业 是吧 或者叫小本的一种兼职 你做一键代发 你是要花直动车费用的 它不像店铺店群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这个 明白 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境地 我们不能跟拼多多里面 那些资金雄 或者大文家 一样去做对比 比如说 你不要跟中则比 对吧 我们一天直动车 花费 十万八万很正常 对吧 你们可能 坐一年 都花不了这么多钱 甚至可能也就这个钱 的一个零头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点 坐着强调 我们坐直动车也好 包括后面坐火动也好 我们的原则 永远是四个字 不能亏钱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挣钱 这是我的唯一目的 这个呢 一定要大家引起重视 就是说如果付费效果不好的话 一定要选择果断的 开始进行对来限制 不要去一味的花这个钱 不忘出金 方得始终 不能亏钱 那么付费的方式 推广方式 它毕竟是打广告 广告打出去了 有可能是挣的 对吧 也有可能是赔的 虽然说我们也想放大单量 但是呢 要和我们自身的盈利点会做博弈 一定要算出我今天发了多少单 我今天挣了多少钱 然后我发出去的单子里面挣的钱 和我直动车花的钱做对比 一旦我的花费高于了我实际的订单的收入的话呢 我就一定要选择减少直动车营销工具的一个实用投放 而不是说我要一直烧下去 直动车开车技术真的很重要 这个如何开好直动车不亏钱 为你带来我们订单量的暴增呢 这个呢是很进阶的课程 就是你如果到这一步 你要考虑说靠直动车拉稳电部单量度订单量暴增了 那么你肯定是已经进入到电部经营的大大后期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会需要我们的后续进阶课程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节目里面给大家去做仔细的一个拆解 这个我们会单独的去讲 每一个方法会讲不同的课程片段 那么大家在这边就应该明白了 我们中期借助营销工具进行订单量的单量逐级放大 的操作办法之后 这个时候链接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稳定的一个日销体量 那么当你有稳定日销体量的时候 你就带来了稳定的日销权重 我们做电部老人有人说权重权重 这就是权重 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店铺的后期操作 这个时候呢 店铺就有资格去参与萍多多 让大家最为兴奋的一个环节 就是一提萍多多 爆单爆单 这个环节是什么呢 活动来发 那么活动的流量 在萍多多是非常巨大的 它能够带给我们店铺后期增长的量 是很恐怖的 有很多店铺能够从一天两百单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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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千单 这很正常 所以这就是后期 就是爆发 那么这个里面 后期爆发的人呢 就是活动的人 活动的一个玩意 有的学员朋友这时候就会问了 老师 我想爆活动 我的店铺呢 现在已经有机会参加活动了 那么我怎么样做活动去出量呢 在这里呢 宗泽又要劝大家了 冷静一下 不要一提到活动就兴奋 是吧 因为活动玩法的前提要求 也就是第一原则 降价 必须要降价 因为你必须要让利益给消费者 而且有很多活动的折扣力度 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九块油里面的 这个资源位当中的 叫金融推荐和超低闭想价 这样的活动 它都是要五折销售的 那么你做肯定是亏的 如果有产品 能够做五折还挣钱 你的定价在听众多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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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理的 甚至我都可以认为 你在瞎定价 标题的合理 一般的产品的合理率 也只有两成到三成 打五折能不亏钱的 绝对你再瞎卖 所以说先不要沉重 就是活动 永远会亏损 那么我来先告诉大家 这个做活动玩法时候的利弊 然后我再来告诉你 如何去权衡 当前的活动 你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 那么在拼包的内部 有一个不成本的内幕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 那就是亏的越多 挣的越多 这话听起来很搞笑的 越亏钱越挣钱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 我再给大家讲讲 如果你做的是五折的活动 活动会给你的店铺 带来订单当的暴增 从而带来我们店铺 权重的日小权重暴增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活动结束完之后 如果你操作是得当的话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单量 做一个强行放大 比如说原来一天 你做两百单 你一天挣三百块钱 你做完活动之后 你亏了五千块钱 比如说 我们来算一下 亏了五千块钱 但是我可能做完活动之后 单量能放大 一天八百单 对吧 那我一天同比于 两百单挣三百 八百单就一天挣多 这一千二百块钱 对吧 那我亏了这五天 五千块钱 我四天时间 被已经回来了 对吧 一千二 四天就是四千八了 我就挣回来了 而从第五天开始起 我的利润就是什么 之前一天挣三百块钱的四倍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亏的越多 挣的越多 如何参加活动 如何抓住流量的盈利点 这就是一个非常深入的话题了 这个呢 我没有办法在小白的课程里面 给大家去做详细介绍 因为每个活动 用每个活动的具体玩法 这个呢 大课里面再仔细的去说 但是呢 这边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 无货源模式的小白商家们 我们不像大玩家那样 可以砸钱去买流量 对吧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活动 能不能值得参加呢 这才很重要 对吧 就自己现在这个小白 对吧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做无货源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有限 我们最后的目的 还是那句话 挣钱 对吧 所以说呢 在以挣钱为目的的基础上 我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活动价 不亏损的活动去提报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最能够长期提报 并且能够有机会反复做的活动 叫限生秒杀 那么这个活动 它有个折扣 那么我们再做个对比 假设我的商品有10%的利润 那么你如果达到9折 你就不挣钱了 为什么 我10%的利润 利润是怎么算呢 利润就是占到我实际消息价格的百分比 如果我有10%的利润 那么我就是说 我就挣10%的钱 打9折 1分钱不挣 对吧 这个时候 1分不挣还能做 为什么呢 还对权重有提高 对吧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但是如果价格要给你这8折 那我就要亏5折 那我就要亏5折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不要提报 因为原则是挣钱 亏捐的活动就别报了 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 后台有一个活动 也是 是所有人都能报 基本一千块钱一天的营业额就可以报了 就叫什么 9怪9 有一个商场的金工道 这个活动 人人都能报 还有比如说 爱不忘记这种活动 不过9怪9的活动 是适用于30元以下最高客单的商品 爱不忘记呢 就是适用于衣服服饰 这种商品去报 它只不过就是 内务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但是呢 它这个东西呢 折合很低 这个活动 一般95折就可以报 就是降5%就行 那这个时候 我产品只要有12%的利润 那这活动就挣钱了 那我就可以报 对吧 我12% 我让掉某个点抽取 我还应力多少 7% 那这个时候 这种活动 就是可以报的 所以说 在这边 大家听说 很震撼的 价值10万块钱 这个客战的原则就来了 就是 让小白玩活动 还不会亏欠的原则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就是我们做活动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 无货源模式而言 我们只记住一个原则 选择店铺后台 折扣力度相对较低 在折扣完成 还能够赚钱的活动 去提报 我们只把活动 作为我们增加盈利点的方式 而不把活动 作为我们报单的方式 如果你要报单 你就已经不是小白 你就已经在进行创业 那么你需要的是 经验过程 所以说 大家现在少说 明多多 其实是遇到了一个 讲白了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时间 因为以前明多多的活动 杂乱无章 你如果不是个资深运营 你甚至你连活动 最近在哪里都不知道 有多少活动我能报 我更不知道 而现在平台的活动 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你们把店铺打开之后 只要打开 我们下方有一个叫营销活动 打开这个页面 你就会发现营销活动在里面 按照流量 按照折扣力度 按照展现方式 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类 所以说在这边的各位学员朋友们 实际上你们赶上了很好的时间 只要我们选择活动的时候 选择我们当前可提报 能盈利的活动 帅下来活动不亏钱 能挣钱 我们去提报 活动是多多益善的 好 那么到这边 宗泽就为大家讲解完了 我们拼多多 无货源操作模式的整个过程 从我们整体电商大环境 能不能去做可行性的分析 到我们两种推荐模式 一键带发模式 和电弧电群模式的 具体原理的深入剖析 再到今天我们课程 具体的玩法 具体阶段下的 我们的操作要点 相信大家已经能够 完全的理解我们的 无货源操作模式 当然了 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会在知识卡 以及证课里面 给大家去做体验 一定是至战至美 至真的 给大家去反馈好 我们的课程内容 那么学习了这么多 宗泽相信 2020年将是 拼多多的一个红利年 虽然没有一千年的红利那么夸张 但是它依然是个红利年 那么在这边 宗泽 祝在座的各位学员 能够在今年 掌握自己在人生上面 挣到了电商的第一桶金 甚至在后期进行生根之后 能够转型成为拼多多的创业商家 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预祝大家成功 谢谢大家